這裡有15年以上做食的經驗 對食材一直都很有要求的我 食油就是最驚悶的開始 我媽媽昨晚煮了一餐牛司來最好吃的一餐 我發現原來她用了這個 蝦油辣豬醬 我這麼聰明當然是看到地址 終於被我找到 我就上去買10張飯 給我的姐妹和朋友 辣蟹芳用蟹油 菜式有一定的驚喜 辣蟹芳這裡原來是一間這麼大 這麼漂亮的食府 還有一個升級的廚師座陣 我當然要坐下來試試他們的美食 來到辣蟹芳當然要介紹辣蟹給大家 這一碟就是避風糖炒蟹 而這一碟就是頭抽山之海蝦 多大隻蟹 他們是用了一斤換至兩斤的肉蟹 用六至七成的油溫去煮 師傅說不可以煮那麼久 因為要保持肉的夠大口 食中菜就是最近要講火候 你看辣蟹芳這隻蟹芳 一看就知道火候十足 我不客氣了 你一咬下去就已經吃到很鮮甜的蟹味 肉也很爽很厚 但是呢 你吃一吃一下呢 中間會吃到一股很香的蟹油味 讓大家試一下這隻蟹 哇很漂亮你看 你看看 亮亮亮的 還有金黃色的 這個是沙竹蝦 是不是很大隻呢 頭多大 你會不會覺得很大隻 我給你看 這隻 更大隻 哇多大隻 這隻就是越南虎蝦 吃呢 當然是吃大隻 你看看 你看看 很多蝦膏 它真的很大隻 麥普大口 吃下去呢 蝦的肉質是非常嫩 很爽甜的 他們會把蝦的背部清理得很乾淨 把他的沙和腸清理得很乾淨 令到每個客人吃下去 每一口都會有蝦的鮮甜味 和頭抽的香味 哇好豐富啊 這個是黃金流沙蝦琴 這個是搬走美國的蝦 這隻蟋呢 整隻在這裡就是醬油沙 其實我看到它令我都流口水了 但是呢 它要先開了 這個時候呢 現在要先看我最愛的蝦 蝦呢 又大隻又金黃色 還有很香的蛋黃味 好像雞腿一樣 很大隻 哇很棒 你看看 真的很大隻 買得多 咬下去就非常脆 那種蛋黃味是爆出來的 那種蛋黃味和蝦的香味 真的很棒 所以這個層次感味很厲害 它們都是用四兩重的虎蝦 所以就很淡淡肉了 推介的吃法就是 中間有一盤很新鮮的煙果沙律 它說呢 一口蝦 一口沙律 味道是最棒的 現在就要試一下 吃完之後呢 原來是一個完美的句號 將這個菜式畫上一個非常完美的句號 而且呢 它咬下去呢 你不用怕混合 它很炸 亦都很油 它是比較乾身 那它們說呢 它們這個方法的毒創 做了十二年了 原因呢 很體貼的 就是因為呢 怕女士太油膩 就不用這個 但是用了這個毒創的方法之後呢 現在吊傷的 全部都是女士來的 所以呢 吃多少隻都不怕自己 吃 但我覺得呢 吃一隻是不夠足 吃完的蝦 就當然要試這個了 這個是骨手焗 美國桶蠔啊 好香啊 好香啊 這麼大隻 哈哈 我以為是臉的東西來的 你看多大隻蠔 你看多大隻蠔 超級美的 嘩 真的很香 咬下去的時候呢 它的蠔是暖一粒 又軟綿綿的 你明白嗎 所以呢 真的很滿足 它的同學很鮮甜 而且它的蠔酒很香 它們呢 選蠔酒就一定要來 選得很美的 所以它們用了澳洲的蠔酒 去撞下去煮這個蠔 所以它們很鮮甜 亦都很香 很美 我覺得這隻蠔就可以用刀叉 真的很大隻 好吃 哇 吃夾了 它已經感覺到它很軟熟 一吃它的味道 就知道它們用了 肯定是鼻製醬汁 因為我沒試過這個味道 很特別的 這麼大的鴨 很多時候鴨煮得很好 就怕它會老 會粗 還有肉會實 但是它是完全老 咬下去的口感 首先那個蠔很香 很軟熟 再咬下去肉質 除了鼻製醬汁之外 我知道它們用了八種不同的材料 去浸熟這隻鴨 我覺得要煮到這個肉質剛剛好 真的多一分鐘都不停 它是口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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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 除了醬油很香之外 它的鴨肉的香味都很夠 它不會有那種 有時候吃到鴨會有一種 酥酥的味道 但它完全是沒有的 你不說我都覺得是在吃鴨 它肉質也是很亂 所以完全是在吃一隻鴨 這個醬油鴨也是名副虛傳 其實這三個菜都很好吃 但我自己最喜歡吃這個黃金蝦 因為一來我自己最喜歡吃蝦 二來它的鹹蛋的香味很重 三來你是出現吃不到這個煮法 吃下去一點都不油 再吃一口這個沙律 類似就一定最愛 真棒 今天我就找了這碗鴨油辣椒醬 專門吃來到辣蟹坊 現在我們請了老闆陳思佩 來問一下 為什麼這碗辣椒醬這麼好吃 謝謝 主要有蝦油 美麗的紫天椒 豆豉 蒜蓉 乾蔥 還有幾樣東西 好美的 天椒醬 這碗辣椒醬這麼好吃 有這麼多這麼美的材料 我覺得有了這碗辣椒醬 我都可以做大廚 所以大騰自己做 接著出場的 就有辣酒煮花朵 小炒王 和這個很厲害的叫做 飛天芥蘭 為什麼叫飛天芥蘭呢 剛才 你也看到了 我是在桌上馬上炒 用這個焦紅了的鍋 馬上倒這個芥蘭去炒 所以那些香氣是飛上天的 所以叫做飛天芥蘭 其實真的很香 而且一定很夠鑊氣 好感動 我吃回我媽媽昨晚炒出來的味道 因為它是用這個蟹油辣椒醬去炒這個芥蘭 所以就非常之香 而且它的芥蘭 它即場這樣炒 所以它不會太老 所以咬下去是很爽很彈牙的 為什麼呢 要去到客人上台的時候 即場在裡面炒 其實鎖住所有水分 鮮味 就等你一吃 就好吃到飛天 等到這個辣酒煮花蘿 聞到刺激的 我試一口 湯 很刺激這個 很香的酒味 還有很有辣味 它用了三種酒 玫瑰酒 花椒和米酒 而它的蘿 是馬來西亞風雲到港的 所以就等我試一試它 它的蘿蔔很新鮮 很爽 它也很香的酒味 但同時它又不會太辣 微辣 剛剛好很刺激 很過人 如果喜歡吃微辣的人 好像和我一樣 是很過人的 這個酒香真的很好吃 它有多口 用到這個了 小炒王 招牌菜 很多不同的食肆 都會把小炒王封為他們的招牌菜 我自己試一下這個辣蟹糠的招牌菜 有多厲害 對 它果然是真的 應該封為招牌菜 因為它主要有韭菜花 椒果 還有蝦肝 鱔魚仔 還有魷魚酥 但其實我想說的就是 它炒得很乾身 還有很有鑊氣 因為很多廚師 小炒王 要不太濕 要不太油 它這個是剛剛好 吸到好處 但它仍然是很爽甜 還有很嫩的 那個菜質 這個送走一流 咦 我們又會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飛天芥蘭 因為它的名字夠厲害 還有因為我炒的 因為我本身都很喜歡吃芥蘭 因為它很甘甜 和很脆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吃 這個是又有鑊氣 又辣 又刺激 而且是我炒的 當然沒得比的 辣蟹坊的地址是 九龍深水堡 信寧道483號 信景華庭一樓 大家可以搭港鐵去到長沙環站 C2出口 巴士路線86號 905 118 72 59X 和2號 小巴路線42號 45B 45M 44A 和44X 都可以來到 今天在辣蟹坊吃了更多道菜 他們的廚人果然是名不虛傳 吃完美食之後 記得買兩瓶蟹油辣椒醬 讓我可以回家做大廚 我給我媽媽看